今天華為在中午突然開售這台 Mate 60 Pro 實在是太突然了 好在深圳得天獨厚 直銀店居然可以買到現貨 目前全國也僅此一家 我立馬就去提了兩台 好家伙就差一個晚上了 明天我就出差了 所以今天必須加班開差 真機到手這個質感還是在線 ID 設計還是非常成功的 白色最佳 青色辨識度更高 機身相比上代要更寬一些 手小的銅質單手握持相對會吃力一些 屏幕是三挖孔的設計 默認就是三個圈 覺得扁扭可以在這個設置里直接登倒 就是這個出廠自帶的貼膜出賣了它 還不如直接挖個大孔 外觀方面我覺得是要比 P60 系列更有吸引力的 可能跟我人到終年有關吧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盤一下它的內部結構用料 第一步關機後取出卡托 雙卡上下放置 二號卡位支持 NM 卡擴展 卡托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拆卸屏幕 這回不再是三明治結構了 後殼類似 iPhone 地包天的設計 還額外做了一塊緊鮮拼接 直接加熱後從屏幕入手 粘膠粘性實在是太高了 費了半天才分離 好傢伙 屏幕背面看到了一塊超級巨大的 VC 軍熱板 卸下一顆螺絲 取出蓋板 挑開接口取出屏幕 屏幕使用這種透明的粘膠固定 粘性非常大 先看屏幕背面 頂部固定有一小片的金屬板 前設位置佔有線位的塑料支架 中間是超級巨大的同合鏡 VC 軍熱板 這個面積怎麼也得有個 7000 平方毫米 這不像是華為的手法 對比目前 VC 表面積最大的 Vivo X90 Pro 加和上代 Mate 50 Pro 就能看出華為這代的散熱對料有多狠了 軍熱板右上角貼有一小片的散熱膜 對應潛望長焦和 SOC 的位置 SOC 和充電 IC 的對應位置還有殘留的導熱材料 驅動板上方集成有一顆惠頂 GT9916S 觸控 IC 從屏幕排列來看供應上應該還是京東方 2720 x 1260 的分辨率支持 120Hz 刷新率 300Hz 觸控採用率和 1140Hz 高頻 PW 調光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 625 尼特 激發全屏最高 730 尼特 激發亮度差點意思 屏幕覆蓋了第二代的昆仑玻璃 據官方介紹抗跌弱性能是有提升的 第三步拆卸主板 主體部分還是傳統的三段式結構 頂部是前攝和TOF 組件 下方是屏幕的環境光傳感器 潛望長焦和主攝模組由於體積的原因直接破土而出 主攝的位置四周還預留有不小的空間 SOC 和充電 IC 的對應位置 除了大量的水泥味導熱材料 副板位置中央用的還是短焦指紋的方案 解鎖的位置比較靠下 卸下主板區域的所有螺絲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為了降低整體厚度 蓋板做的很薄 蓋板背面 WiFi 藍牙模塊的對應位置貼有一小片散熱膜 接口的位置覆蓋有緩衝泡棉 清掉主板上的導熱材料挑開主排線 兩個電池接口藏在下方 斷電後挑開所有接口 取出主攝和前望鏡頭 攝像頭的傳感器型號華為全部都做了隱藏 主攝5000萬像素固定在金屬防滾架內 支持 OIS 光學防抖 通過鏡頭的表面可以看出主攝是支持可變光圈的 看 CMOS 尺寸應該和 Mate 50 Pro 同款 比 P60 Pro 小不少 潛望 4800萬像素 同樣配備有金屬防滾架和 OIS 光學防抖 傳感器垂直在鏡組右側 看來還是採用了和 Mate 50 Pro 一樣的一次反射結構 支持 3.5 倍的光學變焦 從潛望長焦的 CMOS 面積來看 比 Mate 50 Pro 和 P60 Pro 都要小一些 應該適合 Mate 50 RIS 同款 整體參數其實是不如 P60 Pro 的 所以手持 P60 Pro 並且在意影像性能的建議繼續保持 卸下兩個螺絲取出主板 超廣角和前攝模組的接口還通過金屬蓋板固定 挑開後取出鏡頭 主板為雙層碟板設計 並且是多處獨立的雙層結構 主板正反兩面屏蔽罩上只有左上角貼有一小片的散熱銅箔 12 傳感器 前置距離環境光 以及頂部麥克風和紅外發射器都集成在主板上 主板的薄弱位置通過金屬片進行加固 PCB 的製造商是滑通電腦 打開所有屏蔽罩 輕調導熱材料 RAM 和 ROM 都來自海力士 芯片撕印信息用記號筆塗抹掉了一部分 清理乾淨後可以確認是 LPDDR5 加 UFS 3.1 的圖核 繼續吹開屏蔽罩和 RAM 看 SOC 從撕印來看 確認是海思 70 無疑 但具體叫啥其實還無法確認 就暫時稱它為麒麟 9000S 關於架構和工藝 現在肯定是看不出來的 網上消息也很多 個人覺得比較靠譜的應該是 1 加 3 加 4 的組合 回頭看有沒有機會去做個開開驗證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目前實際遊戲的表現 王者只能跑 60 幀 這個沒有什麼壓力就不測 吃雞可以破解到 90 幀 流向運行沒問題 對比麒麟 9000 溫度更低 功耗稍微偏高一些 在穩真能力上不如驍龍 888 估計後續優化一下表現或許會更好 所以現在的溫度功耗數據參考意義不是太大 原神因為接融問題暫時還沒法測試 換了個心窮鐵道和 888 不向上下 說實話這個字眼還挺牛逼的 從實際蜂窩數據的速度來看 對比手裡其他 5G 手機 妥妥的 5G 速度無疑了 機帶方面應該和麒麟 9000 一樣也是集成式的 另外衛星通話就是通過主板上的這顆晶片實現了 Wi-Fi 藍牙和一些電源芯片都是來自海思的 挑開觸點取得聽懂 Mate 50 Pro 同款瑞生科技 1115A 規格 卸下 5 顆螺絲取出傳感器蓋板 蓋板上集成有後製麥克風 激光對焦模組 一顆閃光燈珠和後製的環境光傳感器 後製麥克風收聲孔設計的非常隱蔽 藏在星環蓋板與 Deco 外圈的接縫處 中框上 NFC 線圈 無線充電和側鍵都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NFC 線圈是藏在後攝 Deco 內側的 第四步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副板位置的所有螺絲取出一個接口蓋板 挑開同軸線接口取出蓋板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卸下一顆螺絲取出副板 分離短焦指紋模組 副板上集成有底部的麥克風 整機一共搭載了三顆麥克風 取出底部揚聲器 也是 Mate 50 Pro 的同款瑞生科技 1115K 規格 為了控制機身尺寸 SIM卡卡槽為獨立設計 馬達也和上代一致 瑞生科技 ELA 9595 規格 還是第一代的技術 相比國內友商 有的已經用上了第四代的 CSA 技術 並且這個尺寸在目前主流旗艦里也屬於最小的存在 馬達這個配置 華為什麼時候才能重視一下 取出尾插排線 接口採用輕薄折疊機上才能見到的設計方案 去掉了金屬外包圍 只保留了一個舌片 底部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規格是 USB 3.1 第五步拆電池 電池沒有快拆設計 酒精配合拆機片取入電池 電池是單電芯雙接口設計 容量 5000mAh 自家製造 使用 ATL 電芯 附帶的還是雙口單用的 88W 快充頭 電池下方就是無線充電線圈了 覆蓋有完整的散熱膜 掀起散熱膜就能看到線圈的本體了 線圈支持 50W 的無線充電和 20W 的反向無線充電 中框上線圈的對應位置有緩衝泡棉的覆蓋 中框工藝其實大家很熟悉了 CNC 一體成型 邊框肯定是金屬的 考慮到無線充電功能額外拼了一塊 緊先材質的被蓋 底部麥克風收聲孔採用 L 型防塞設計 無需擔心誤差後傷害到麥克風 底部的所有開孔都通過膠圈進行保護 整機是支持 IP68 級別的防塵防水的 好了 拆解就到這裡 整機有三種共 28 顆螺絲 時間關係 這次就不再重思歸位了 對於這台 Mate 60 Pro 目前大家的關注點 肯定都聚焦在麒麟和 5G 的回歸 確實是一個見證歷史的時刻 華為也確實做到 大家都知道這個很不容易 但是我也不想整太多煽情的說辭 想支持的朋友們應該也都下單了 剩下的咱還是理性對待 畢竟從 Mate 60 Pro 的內部結構用料來看 6999 的售價 在性能屏幕影像馬達這些配置上 和目前主流旗艦還是有明顯差距的 哪怕和自己比除了更快的 5G 速度 性能和影像也是不如 P20 Pro 的 但不管是哪種潤調 大家自洽就行 沒必要吵來吵去的 關於日常體驗 這幾天我拿著用一用 具體表現回頭動態鍵 深夜製作不易 咬個三臉不過分吧 好了 我得趕緊回家收拾東西去機場了 我是樓斌 我們下期想拆 再見 3 4 4 6 6